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受家庭文化熏陶的他酷爱读书 四岁开始看西游记 九岁开始读金庸 这为他之后塑造金庸笔下的人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罗英军的职业生涯中 他挑战过不少金庸角色 罗英军的父亲是某小学的校长 叔父为知名演员 良好的家风令大姐后期做了信报创办人 弟弟做了资深大律师 可以说 罗英军身边全是成功人士 不过 从小有着演员梦的罗英军曾被父亲提醒 家里的工作不能都一样 这不符合家风 做演员也不实为一个好出路 就这样 罗英军于二十岁怀着诚心签约了邵氏 不过 那时候的邵氏比较重视功夫片和女星的发展 一向文静的罗英军并不受重视 只能够跟着剧组跑龙套 就这样 跑了三年龙套后 罗英军与邵氏解约 解约后 罗英军投考了第五期无线电视医员训练班 真正地做了一名艺人 虽然一开始电视台分给罗英军的角色都是小角色 但是罗英军依旧用心诠释自己的每一个角色 经历了长时间的沉淀 终于他的春天到来了 他因为在电视剧《富贵荣华》中饰演反派雷里涛而一举成名 凭借《富贵荣华》中的反派角色 罗英军一夜爆红 不少观众都折服于罗英军精湛的演技 之后 不少片约纷纷找上门来 但是基本上都是反派角色 就此 罗英军开启了自己的反派之路 反派的戏录一走就是十年 还不乏饰演了早期金庸剧中的多名反派配角 但是由于罗英军一直都是以反派角色试人 所以观众将他坏人的形象深深地记到了脑海中 此外 为了不让自己在观众面前失误 他从来不喝酒 因为他怕自己因为罪嫁而被观众关于坏人的刻板印象 直到1992年 有导演邀请罗英军出演《一号黄庭》中的某位反派人物 他终于不敢忍受一直出演反派 随后向导演请求出演一次正面人物 导演看他的态度既肯定又憨憨 于是也大胆地尝试挤用他 给了他饰演正派的《一号》周文斌一角的机会 在老戏古欧阳振华的帮助下 他也证实了自己的能力 此后 他也如昙花一现一般 虽然过了一把主角影 却也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黄金绿叶之路 还再次于诸多金庸剧中饰演重要配角 如果是熟悉金庸系列武侠剧的朋友 一定对他不陌生 洛英军曾经出演2001版的电视剧《一天屠龙记》 他还同时在张志玲、朱英主演的94版《射雕英雄传》 和古天乐、黎若彤主演的95版《射雕侠侣》中 扮演不同年龄段的黄耀师 此外 黄仁华主演的97版《天龙八部》里 洛英军还扮演过慕容博 虽然出道很多年 拍过上百部作品 但洛英军演的几乎是青一色的配角 他最早加入少师拍电影 后来电影业开始萧条 便于1976年考入了无限训练班 后正式加入TVB开始了大量的电视剧的拍摄 诚如洛英军所言 每一个在TVB工作的人都有一个伟大的目标 就是希望十年后能离开 他说 在TVB确实能学到很多 在TVB待八年相当于在电影圈工作二十年 但是在TVB做八年到十年是最完美的 如果十八岁入行 出来也才二十五六岁 再去外面工作还有大把的机会和光明的前途 有的人掌握好了时机 八年左右就离开了 比如梁朝伟1982年加入TVB 1989年拍完《侠客行》便离开了 比如刘千云1983年加入 1992年拍完《大时代》离开 当然也有待得久的 周润发从1973年考入无限训练班 到1985年拍完《大香港》离开 他用了整整十二年才离开 而洛英军就更甚了 本来打算十年离开 最后硬是拖了三十多年 早在2007年 洛英军便有了离开之意 但想着得先存电储备金 以防离开之后一年都接不到工作没收入 都这样挨到了2009年合约到期 可这时恰于金融风暴 他便又待了两年 直到2011年才正式离朝 当然洛英军离开TVB 并不是想要追求更高的财富收入 他对物质没有太大要求 认为只要够用就可以 所以他在TVB多年也无怨无悔 拿着微薄的收入让人替他不值 事实上导致洛英军离朝的原因不是因为收入低 而是TVB的工作量太大 理论上不能推工作 经常从白天拍到深夜 而他的身体负荷不了 不得不减少工作量 最后离开TVB 这一点洛英军和余和伟很相似 不工作的时候喜欢看书 享受低调的生活 洛英军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对他而言拍戏是一份工作 天使生活中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没有明星光环 只是一个热爱表演的人 离开TVB之后 HKTV的王维基向洛英军发出过邀请 但刚恢复自由身的洛英军想换个生活环境 便随大六被上内地捞金 彼时洛英军已经年纪六旬 来内地发展的并不如他想象的顺利 街拍的多是一些小成本网剧或者速成片 剧播出之后本身就没有什么水花 更何况戏份并不出出的他了 内地发展颇不顺 洛英军想到了王维基 便主动以致联系 之后他去HKTV参演了警禁县 导火新闻线 选战等不错的剧 可正当他以为一切都稳定下来时 HKTV又传出了不获发牌的消息 就在这个时候 TVB向洛英军发出了回朝邀请 但被他一向在外面见识给婉拒了 此后的两三年间 TVB又断断续续地给他致电邀请他回家 他同样都拒绝了 如今 洛英军签约了内地经纪公司 也同样出演了很多大致的影视作品 《窃听风云2》扮演陈湛 《反弹风暴》中扮演徐怀景 《寒扎2》中扮演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马卓贤 《拆弹专家》中饰演霹雳 也接连出演了《新一天屠龙记》 《破冰行动》等作品 不仅演艺事业平平淡淡 他的爱情也很平淡 年轻时由于忙于拍戏 所以洛英军一直都没想着谈恋爱 洛英军一向腼腆 不敢主动给女孩子说话 直到近40岁时 才被朋友介绍了一个媳妇 面对感情洛英军也十分认真 从没传出过绯闻 如今夫妻俩已然走过整整30个年头 虽然没有绯闻缠身 但婚后洛英军认为做父母压力太大 所以选择了丁克 至今无儿无女 不过有网友却对这种说法表示质疑 认为选择丁克的夫妻 多半是因为男方不遇 还有网友表示 这不过是找个理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不过 洛英军虽然和谭永林一样选择了丁克 却坚持了下来 并始终对感情忠贞不欲 没有了儿女 虽然确实可以过着自由的二人世界 不过也着实有些遗憾 现在这个年纪再想要孩子 怕也是信有余而力不足了 无论丁克与否 现如今 孟英军和妻子两人生活得也十分幸福快乐 他常常会分享一些定照和行程 年近七旬 芬外潇洒 虽然因为长期饰演配角的演艺 粉丝并不多 但并不影响洛英军的自得极乐 难得的是 虽然是这样的年龄 洛英军多年保持良好的心态 也有很好的精神面貌 年近七旬 依然神采奕奕 这也就足够了 回顾洛英军的演艺生涯 大家发现 洛英军虽然从演过主角 但他就像一颗螺丝钉 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 这样的绿叶演员 香港影视圈里还有不少 但像他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演 从不间断 一直演得那么稳的 曝光率始终挺高的 还真不太多 就连某短视频直播网站的 手机小电影 他也出现其中 可以说是从电视影评 到电影大荧幕 到手机小屏幕 哪里都能看到洛英军的身影 演配角不难 难得是一直演配角 在洛英军的演艺生涯中 主角难命 竟是配角 说起来 他也是相貌堂堂 身材挺拔 否则也演不了 金庸剧里的黄耀士 但为何偏偏没有处绝命 这么几十年来 洛英军就没有抱怨过 失衡过 不曾失落一定是假话 但人最重要的 还是活出一个好心态 敬业 不挑活 明活多变 乐在其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于稷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分享